接下来看这个餐厅 则是这个价格引起争议 到底值不值得呢 这一位民众他到高雄小港烧肉饭店 点了一碗小碗的烧肉饭 说50块一片肉好像有点贵 不过其他消费者说 烧肉饭本来就是单价比较高 可以接受 另外一家烧肉饭小碗的同样也卖50块 而业者说因为他们是用木炭烤的 所以成本比较高 加上今年猪价飙涨 所以肉片很贵 从去年一片75块钱 涨到现在的是120元 不过呢目前没有考虑涨价 烤得香喷喷的烧肉铺在摆饭上 搭配解腻姜片 多少人都喜欢这一位 但有民众将高雄小港 这一家烧肉饭的餐点拍下 后往表示 50元一片肉 值一售价有点高 因为员工没有铺店人能在切 可不可以我少一点点 豆燥饭也都要30块 至40块的 而且何况还是烧肉 对所以我觉得还好 烧肉饭本来单价都比较高 小碗的烧肉饭一碗50元 其他消费者认为可以接受这个价格 粉嫩猪肉片进入特调的酱汁腌制 再放上烤架 用木炭先腌现烤的烧肉香气四溢 另一家烧肉店的业者表示 因为用木炭制烤成本也比较高 因为我们用的就是现代猪嘛 可是现代猪肉就杀很少 市场上他们就是猪贵 所以杀很少 玉城路上这一家烧肉饭的猪肉 只选用里肌肉 业者说猪肉价从去年一斤75元 涨到今年120元 目前我们是没有考虑涨价 就是说如果可以维持 那就保持这样子 业者自行吸收成本 小碗的价格同样是50元 肉量依据大小片 分量大约是已有三分之一片 还蛮实在的 不会特别多也不会多 然后点的是小费 分量还行 蛮香的 价格我都还可以 然后分量都还蛮刚好 万无其掌 餐点价格高货低 见仁见智 记得苏惠田旅中人 高雄报导